吉安湘吉祥六街和南山一街口的南山新宿大楼 近30年来只透过宽大概只有70公分 可以容纳一个人通行的狭小道路来出入 住户买房的时候知道门前有八米宽的计划道路 不过等不到道路僻贱 最近花年新一会召开了专案会议 再次和住户地主还有县政府建设的处来进行协商 要为住户寻求解决方案 门前有计划道路八米宽 住户开心买下公寓之后 没想到门前的地主围起了铁皮围离 出入通道变成仅有70公分 等待计划道路开辟一等就是30年 我说直战上次那个火灾是我报的案 容下超 如果超过人命的话怎么办 人一个单家都抬不进去 第一是铁皮特殊 第二是做容积遗转 或者说就是换土地的方式 第三总裁是去做征收 那可是短期内他铁皮退缩的部分 他县府到现在都完全没有去做一个处理 因为当初买的时候他们就 卖家就会说就是到时候那里路会开这样子 吉岸乡南山新宿大楼住户多次陈勤 县议员赵俊佑也曾经在议会提出咨询 人不见改善 14号上午再次召开专案会议 连我们的单家 我们的小朋友的婴儿车 以及我们的轮椅 东返正常进出 这个发生消防或发生火灾的时候 非常严重影响到居住安全的 今天照顾我们的地主 达成一个共识 除了提出我们一个生活圈的一个 道路建设的一个计划之外 也达成一个我们的协议共识 结构协议架构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 让我们的居民能够尽快的 得到我们一条平安回家的路 县议员黄欣也表示 民国67年就已经完成都市计划规划 大楼前现有规划为八米宽的计划道路 但是土地为私有地 所以是否与法规或相关规范有落差 县府建设处也应该要进行了解 就已经都市计划就已经有了 当初划出来是八米路 那八米路当初地主要盖房子的时候 它前面的正面的部分 道路的部分就应该是流出八米路 跟我的想象中好像差距蛮大的 刚刚副所长所解释说 他就在他的前面盖 他前面就有道路 是不是连接着要销路 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苏市计划是八米道路 八米道路 那现在回到现在的法规相关规范 可能有一点落差跟差距 对此花莲县政府建设处副处长及表示 之前有邀请地主消防局以及相公所等单位进行会刊 协调地主退让部分土地 让仅有70公分宽的道路变成140公分宽 但未获得地主的同意 我们就这个未增收都市计划道路八公尺宽的部分 我们有希望可以采这个两种方式来进行 就是第一个是 我们已经由这个吉安相公所 他提到这个我们内政部的道路生活圈的计划里面 来取得这个道路的开辟 那这个计划目前是在 已经提案到这个内政部的系统里面去了 那我们在等待营建署来通知后续的审议的工作 而该笔土地目前为征收成为都市计划八公尺宽的道路 吉安相公所已提案至道路生活圈计划来开辟 等待内政部营建署通知审议 除此之外建设处也指出 能够媒合地主来进行都市计划容积转移程序 让地主可以转移容积至可建筑用地的申请人 以解决土地取得屁建道路所面临的物体 记得凌桀 花莲市采访报道